大家都清楚,美国向来喜欢对世界各国的家务是指手画脚,尤其最近跟伊朗的关系,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大家都在猜测,美国是否会对伊朗开战。不过在思考是否要对伊朗作战之前,美国也许需要先处理一下自己国内的隐患。 俄勒冈州正在发生一件不断恶化的政治事件。该事件和环保相关。州政府本来是打算在6月21日通过一个环保法案。该法案要求要控制碳排放量,并且企业还要为超出来的部分买单。俄勒冈州的民主党政客,是支援这个法案的。 但是共和党的政客,以及支持者却表示反对。原因在于该州共和党支持者多来自于乡村。 而这一政策出台后,他们需要面对燃料支出等一系列农业、运输业成本的增加。 这给他们的生产经营,带来较大压力。也许会导致业务规模的缩减。 早在21日之前,共和党的支持者为了表示,对该法案的抗议,已经走上街头游行。 但是由于在议会里,民主党占多数席位,就算他们在议会中提出了修改建议,但也无法阻止法案的通过。 为了反对该法案,参议院中的共和党议员,竟然在要进行投票表决的日子里,选择集体不出席。 这样就能够使该法案,因为没有达到法定的表决人数,而无法通过。 共和党议员的这个举动,激怒了俄勒冈州州长。 他认为,这些议员违背了应该承担的宪法义务。 这是不允许发生的。 他要动用警力,将这些议员,全都抓回参议院进行表决。 并且还要进行一定数目的罚款。 不过共和党方面,却认为,这是他们不得已的举动。 如果不是他们的意见,并没有得到民主党的认真对待。 他们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,来表示抗议。 有些共和党议员威胁称。 如果州长下令警察,将他们抓回去表决。 他们会进行武力反抗的。 甚至是在对抗中,有可能会开枪射杀警察。 除了这些议员的表态以外,来自州内的一些民兵组织,也采取了一些行动,出现在这些议员的身边进行保护。 以防出现意外,这些民兵组织,具有相当的战斗力。 并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。 事实上在2014年和2016年, 俄勒冈州的民兵组织,就曾经因为土地的问题和联邦政府的执法人员,进行过武装备制。 也算是有过一定经验。 现在这场僵局还在继续,双方都不肯退让。 不过州长好像认为,这次的事情他可以掌控住,不会失控。 甚至在对峙中还不断放出狠话。 认为共和党的人只是在作秀,并不会真的做出什么事情造成实质的伤害。 民主党不会因为这样的阻碍就让步的。 党不会受伤害。